中部享八十七歲的林阿公 和八十三歲的祖阿嬤結婚六十年 阿公十幾年前就著口中 阿嬤因為前後就著著人家 以及貴金流 生活企業都活著阿公的照顧 華山在今月的服務兩老近半年 親受中部的愛情感動 在自己落差的文化如 富修猶豫第一基盤選擇婚類 為中部留下因故的會議 總共邀請十萬為華山 和華山的服務的中部 以及派順室中部婚室 第四法順隊的東京作為參務 分享幸福士氣 現場有關社會教代理局長頂水療 代表管長王張良主席晉婚一世 更正中部的六十年計劃前 在六萬的婚類掛起下當中 阿公阿嬤在手機安地坦 在準最上禁婚 交往生物 設給人家 定定文興的婚類流程 感動現場所有的誤會來賓 代理局長頂水療在所時表示 真正行受到華山的經費搖槍 來更正阿公阿嬤要上結婚類 過去因為老時就要打招 大家才能安心在這身中 既盤社区不勞參理生意 讓中部的在地安老 政府理論友喊 特基中部需要能力 幫助支握 更感謝各婚宅的天才 作回照顧特基的中部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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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們生長生 你有開心嗎 有啊 謝謝 我也有了 我對我照顧 怎樣照顧 那今天剛好借著一個訓練的時機 那特別與華山基金會 舉辦這個水上婚禮 那希望能透過這個水上的一個婚禮 那讓這一對一甲子夫妻的老人 能夠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回憶 我們知道說 就是有我們老是大 會打招 所以我們對老人好利 包括我們從得出去 重陽禮金369 那不勞社區 那附件每一個社區關懷據點 我想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讓長輩可以在社區安勞 這是我們縣府一個團隊努力的目標 但是政府的力量有限 都是要結合我們各個基金會 包括我們華山基金會的所有的天使們 的一個協助 在社區在臨裡一起來關懷 我們的老人才有辦法建構一個不老社區 為了這項簽固意義的參加婚禮 並依求新庭變種新衛生婚禮做得較適 就此華東讓長輩的老老母 提言不一樣的最上婚禮 中民有興感人 不吵婚化露負責由英迪老英格主任委員表示 情感中价讓我們一期都不能等 因此協助長輩的作用 以及華東的配合 並非協助整個長輩 在長輩的整個位置 讓婚禮更加添感動 但和環保讓我們高分有限公司 贊助長輩參與更多 來支持這段華東 最近新聞中來信 家紀官 蔡宏報道 一盞路燈一個月 大概可以節省20塊的一個電費 這一盞就是嗎 那就是換裝後的LED路燈 我們翁縣長就任以後 啟動了村里大調查 製作了8400萬 台灣的日光燈跟部分的納氣燈 LED燈的壽命 也特別長 它是屬於利能接能 比平常的窗戶登記 省電的快一半以上 也幫公所節省了一些淨費 可以一年節省 450幾萬的電費 對公所實際來得很大的助力 路燈照亮 每位嘉義人回家的路 我們的努力 你一定看得見 親自體來自第四處 親自乎牠 好可看